雷克薩在經過了兩輪的NERF以後 他現在又變成是藍方有首強價值的角色 那其實這我也有跟一些賽評跟選手他們討論一下 做一個蹲點 SOART也回來了 上路要準備發生一個三打三的碰撞嗎 NL這邊一定是一個bait 黑盾套下來 翔哥直接被猛騎出來 交了一個閃線 NL直接冷酷繼續上上滑步 但是風盾擋住了傷害 卡塔這邊利用一個翻身 離開了兩輪的夾擊回身 一個狩獵技能順利的帶走 身上的點燃有辦法給他擊殺嗎 沒有 因為他存在地板裡面的怒氣是回身的血量 NL直接在草叢裡面射殺掉 NL又SOART這邊跟MAPLE要來夾殺 如果不是 情城清道電燃掛下去 又是一個風盤貫穿 有SOART拿下這顆人頭 WISH的到場已經 NL同時也來到了下路的直草 而且並沒有被閃電腦人給察覺 他能找到一個出標的機會嗎 普攻 但是這個猛騎又把NL鋪上臉的W 給跳飛起來 最後是科技 繳了一個閃線上去 Q普攻 順利的把KASA 這個大絕是逼出了科技 利用閃線拉開鎖鏈 卡特在前面黏住了羅浮斯 一個B 順利的把羅浮斯給彈飛起來 又緩速的效果黏在臉上 女王持怒順利的把羅浮斯給擊殺掉了 NL這邊的話就變成說 冒凱不但等級低 經驗不夠 然後又掉兩條了 三段的傷害都已經打完了 WISH這邊閃掉了一個清晨 但精準彈幕一樣 被MEMBOR給閃掉 換一回聲 在極限的近距離裡面 是擊殺掉了WISH Emily這邊趕過來 想要擊殺 來看一下他的長毛 有辦法掌握到嗎 順利的錯 W貼在臉上 拿到了這個人頭 剛剛他是閃線過來 想要直接治癒伊德瑞爾 但他反而是那個毛丟歪了 下路這邊 NL又是找到一個機會 來熊羅浮斯 小兵這邊已經躺完了 全斷的傷害 又要直接被灌倒了嗎 NL直接腳閃上去 拿下這個人頭 後方的蛇蛇還幫忙 治癒 但實際上他沒有辦法追上 飛先進來的MAPLE 選擇往左夾擊 剩下最後一段MAPLE 開上九次用一個閃機貼在臉上 聽到NL灰色的幻域 真實傷害刷掉了 POP擠這邊被禁錄了非常的久 暗影經過三秒的時間 Stay個點死了科技以後 NL就可以肆無忌諾的追擊 直接把Chunks秒殺掉以後 再坦著雷射塔走出來 閃電再刷一個進化 跑車倒下 但這個點塔速度很快 閃電量的隊員來得及回防嗎 Stay個是直接被科技給秒殺掉了 下路的軍藝塔被帶走了 守護家園衝出來的MAPLE 他正在找獵物 Chunks這邊是利用一個 颶風把MAPLE給吹走 也讓清晨miss掉 但是飛先三段的傷害 配合一個幻域打在臉上 看他這邊輾過來 哇 Chunks被猛襲出來 直接被Sword的黑暗腐蝕給帶走 NL發龍 KASA也是直接虛空進行奔過來 MAPLE看到了過來 查眼的Chunks直接飛先貼在臉上 拿到人頭再飛先回到 殘了 最後塔爆掉的瞬間 Sword閃電上去的一個驚人大絕 讓科技直接在原地被融化 KASA也找到一個機會一躍而起 配合了NL的女王之路傷害 在高地前方把科技給擊殺掉了 NL拿到了一個TRIPLE KILL 阿里也在左方帶走了上路的羅夫斯 閃電狼這一波是在下路 找了一個非常漂亮的開戰時機 直接打掉了 MINAI上的四名隊員 中路的軍營雖然適時的重生 但並沒有辦法阻擋閃電狼的成員太久 回國後的第一場比賽 閃電狼順利在三十二分鐘 十秒鐘拿下了這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其實閃電狼就是在 中期開始一直用換線的方式 拿到很多經濟以後 在最後一波會到